年薪八十万到岛上守塔,你敢吗? 如果要说到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,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提到接下来的这张照片。 这张照片拍摄于1989年,当时这张照片一问世就震惊了世界。 那么这张照片里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让大家如此震惊呢? 照片里的主体是一座灯塔,但是这可不是一般的灯塔。 照片里的灯塔在法国布勒塔尼最细端的航线上, 一缕茫茫大海上的灯塔,显得有些孤立无援。 而这也是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危险的灯塔之一。 那么问题来了,灯塔是需要守塔人来守护的,面对一望无际的大海。 守塔人不仅要忍受孤独寂寞,更要忍受狂风暴雨所带来的危险。 然而这也就成为了世界上公认的最危险的工作之一。 灯塔上的工作非常的轻松简单,每天就是听个小曲喝个咖啡, 天气晴朗的时候还能上灯塔的最顶端去晒晒太阳,欣赏一下海景。 但是当你遇到狂风肆虐的恶劣天气,那么这份工作的危险性就体现出来了。 这个时候在苍茫的大海上,你只能祈祷搜救小组尽快的救援,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上苍。 祈祷一下吧,面对这样的恐惧和无助,哪怕年薪八十万再怎么诱人, 恐怕再坚强的人也会在这一秒破防吧。 无独有偶,被认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除了是来到这座宝塔上首岛以外, 一年二十六晚,却只需要工作两天,就是一份这样的美差却无人问津。 那么,到底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让人窝而却步呢? 而这份工作其实就是简单的换灯泡,但是这个灯泡可非同一般, 它是被安装在六百多米的高空上,而且该建筑上安装了高压线路, 工作人员要冒着被摔死和被垫死的风险,一步一步爬上六百米的高空, 换好一个简单的灯泡,说出来简单,但是实际行动却非常的难, 先不说六百米的高空有多少人会产生恐惧, 纵横降速的高压线路一个不小心也会让危险无处遁形, 那么,面对如此高薪的工作,你还会心动吗? 这年头找份工作说难不难,说简单当然也简单不到哪里去, 面对如此高压的环境,你会选择高薪与危险并存的工作吗?